太陽真的好大 不由路面羞腾腾 不少人到台東直接就往海邊跑 台東金輪在暑假第一個週末 高溫飆到攝氏41度 打破紀錄 刷新今年最高溫 小朋友尖叫聲四起 細水堆沙玩浮板 就是要泡在水裡消消暑 根據氣象署 6月30號全台最高溫 前三名都是台東東南部包辦 金輪41度 泰馬里也有39.8度 而台北信義側站更飆到37.6度 讓人熱到快融化 不過一向四季如下的南台灣 天氣反而不穩定 大雨哗啦啦下不停 假日下午高雄突然狂風暴雨 在駁二百攤的業者 直接人行雨衣幫攤位遮風擋雨 還有夜市美食攤販都擺好了 全部變成落湯機 令人傻眼的是明明一邊出太陽 另一側還烏雲密布 到底要不要穿雨衣 實在讓民眾苦笑不得 30號早上在台南西港就有一間公廟 外面下大雨 廟裡也下小雨 地面全部都是積水 還好中午前雨是趨緩 水就漸漸退去 全台天氣不穩定 下週一午後對流影響範圍大 降雨大多落在中部以北 週二以後西半部和山區都有雨 但受到太平洋高壓影響 各地極端高溫依舊可能超過36到38度 又濕又熱最讓人受不了 TVBH新聞綜合報導 長髮大眼睛外型甜美 她是南韓直播主妹伍玥 藏在世界各地旅遊開直播跟網友互動 在網路上小有名氣 最近她到台灣玩走遍雙北景點 結果29號晚上被路人發現昏倒在板橋 鄰家花園附近的馬路邊 你會太熱嗎 你好 救護車來了 五月整個人癱軟全身都是汗 臉色蒼白完全無法回話 警消確認幸好她還有意識 這時救護車終於來了 她昏倒 穿白商業的男子就是幫忙叫救護車的民眾 醫護人員研判五月出現類似中暑症狀 趕緊把她送到醫院 其實當天下午她頂著體感38度高溫 邊旅遊邊開了將近四小時的直播 到了事發當下晚上九點多 板橋區的體感溫度還是有34度 她在直播中不斷喘氣 呼吸困難蹲在路邊痛哭 最後體力不知昏倒 送醫後恢復情形 其實五月去年到香港完食 已在直播中被陌生男子搭訕性騷擾 放送整個過程 這回適應不了台灣炎熱天氣暈倒 又再度被直播出去 TVB的新聞綜號報導 開始經過就被眼前景象給震驚到 人常從店面一路排到席樓 名言好幾公尺 人多到準鏡像弄還在排 這是台南暑假週末的排隊景象 讓人不驚好奇 大家都底在排什麼 幾乎都是外地遊客聽到推薦特地來排隊 要搶的是台南老字號的麵包店 這款外城微鹹微粗的口感走厚實路線的 羅騷麵包 還有表面灑上奶粉點綴口感綿密的 奶露毛毛蟲麵包 不分平假日一到初五時間 只有出現大排長龍的景象 現在又碰到暑假 排隊人潮更多了 排隊好不容易進入店內 還要比手速 以鼓勁的拼命拿 不只台南明店 美食站區國華街 同樣是滿滿人潮 不過要比人氣 高雄泡芙明店也不遑多讓 像是貪食蛇 跟著隊伍走 轉彎再轉彎 走了好幾公尺 都還沒走到隊伍盡頭 下課就會暗慢 然後帶咖啡的朋友一起吧 像現在暑假 不是很多遊客啊什麼 再加上是要排更久啊 對啊對啊 開始人都更多 頂著烈日也要排 人潮比平時假日還要更多了 這家手工泡芙 每天只賣三小時 以清爽不甜膩的豆漿內餡爆紅 酥脆的泡芙 外頭再撒上糖粒 讓口感更加豐富 外殼很酥脆 各地排隊名店人氣王到了暑假 生意更旺 想要品嘗美食的遊客們 恐怕只能多付出點時間跟汗水了 提片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廣播空拍機出動 重複提醒底下一大群汐水民眾要小心安全 汐水隨時可能暴漲 但不只這樣 從空中投下救生圈 比起人用拋的位置更準確 新聞市消防局進行汐邊救援演練 更有救難人員實際吊掛將民眾救上岸邊 可能有下雨然後吸水會有暴漲危險 可能叫大家趕快撤離 就是多少還是會有人 就是要一些訊息的網坡 對 然後還是會先撤退 對 雖然只是演習 但民眾看見也很安心 這次特別選在三峽大爆溪 正逢週末假日 大朋友小朋友一起玩水 現場也派駐多名住點救難人員 除了隨時注意有沒有人溺水 也會特別提醒喝酒下水的民眾 小心安全 新北市長侯友宜特地來到現場 視察空拍機演練情況 也頒發感謝狀表揚民間救難團體的付出 目前全新北市有80處駐點 光是大爆溪就有30處就是因為 大爆溪是新北市最容易發生意外的水域之一 統計從2000年至今 已經有46人溺斃 更曾創下一天27起溺水意外的紀錄 但經過相關單位管制宣導 也已經連續6年沒有溺斃事件 畢竟下游天氣再好上游可不一定 溪水會不會暴漲都是一瞬間的事 特別在暑假使用空拍機肉行 一旦聽到這個聲音 就趕快上岸別繼續待在水裡 中機車有車距一抵達定點 只見騎士們火速卸下身上行頭 從全罩安全帽防曬衣到手套等等 頂著烈日高溫能脫的就先脫掉了 有些人還會趕緊往身上噴冰涼小霧 有人在專業配備內穿上了兩感衣或者兩感袖套 清涼小霧夏日熱賣 不過就連車友腳上的車靴內穿的襪子也藏覓 一整天穿下來可能將近都快七八個小時左右 那因為他長期悶在的靴子裡面會產生就是細菌 甚至可能會悶熱我們就特別開發出重機的除臭襪 是用三條件去編織加上我們編織上面有做一個透氣的一個部分 彰化社頭有業者針對重機組研發專屬襪子 一到假日有時能看到上百輛重機車隊 利用兩天一夜行程 專程到社頭觀光兼採購 除了可以從配備上動點小心思調整 車友說最重要的是夏天騎車出遊 還是要記得多補水找陰涼處休息 TVBS新聞陳志忠彰化採訪報導 又是雨淡轟炸又是刮起強風 行人的雨傘都快被吹散 南韓美雨季一開始幾乎全國各地都有暴雨警報 既既到東北部地區也下起暴雨 有一名外籍騎士就這樣被困在河川之間 救難人員必須出動繩索射水將它救出 另外受天候不加影響 不止露露視線不加航班零食取消也陳出不窮 제주공항을 출발하는 17편과 도착하는 13편 등 모두 30편이 결항했으며 최소 62편이 지연 운행됐습니다 巨味和南韓今年夏季的梅雨特別猛 一大元一根海水溫度脫不了干西 장마구름이 서해를 지나면서 강도가 폭발적으로 발달하는 원인 중 하나는 뜨거운 바닷물에 있습니다 기온이 1도 오르면 폭우의 재료가 되는 수증기는 약 6에서 7% 증가합니다 根据海聯社報導 目前西海的温度比往年高出 2도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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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쇠板 但只有一点五万戶確實安裝 更慘的是 海聯社記者發現排水口 幾乎都被垃圾和落葉塞住 恐怕政府的防洪措施力度不夠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